忽然聲響電桿歪了 砸了下來 不僅砸毀轎車的車頭 整個乘90度彎曲的電桿 也嗨得騎士閃避不及 撞了上去 現場交通因此大打劫 警方緊急出動指揮 撞過來之後 那個電線桿直接倒下 機車其實它經過了之後 它沒有看到倒下的那一根 直接撞倒 碰到那邊去 之後後面可能已經 紮鹽 沒辦法紮 兩台機車都 還好遭到波及的 包含27歲及20歲的騎士 亦是清楚 分別被送往醫院救治 沒有生命危險 第一身是賓私車撞那個 第二身是摩托車 自摔倒 車禍意外發生在12號晚間7點 33歲的駕駛開車行進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石 莫名原因撞上路旁的電線桿 整輛車的右前方車頭嚴重回損 還好駕駛沒有受傷 三位當事人走車子皆為零 初步造勢責任判定為 自小客車駕駛變換車道不當 即未注意車前狀況 交車疑似變換車道不順 不僅車子受損 還撞倒了電線桿 甚至害得兩名無故歧視受傷 後果慘重 行車真的不能不小心 TVBS新聞五少龍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你阻仍然等會 你可以攪� 現在 Ng 測